侯莫的父亲死了 全家得知这个消息都很难过 好在这只是一场乌龙 侯莫可以松口气了 由于养老院的邻居去世了 隔壁搬来了新的住户 老亚伯看到后精神一振 哭疼老树婚鸭 春心再次萌发 作为养老院里最靓的仔 没有对比就没有优势 看看这些老家伙吧 不是愚蠢的大学生 就是植物人 能配上女神的只有他老亚伯 就在这时 一个高鸽子帅哥突然出现 不仅为人风趣幽默 更重要的是他还有驾照 这优势在养老院里 可以大杀四方 老亚伯看到这一幕碎碎念 要不是当年的那场车祸 驾照也不会被吊销 感情的打击让老亚伯重新燃起了斗志 于是想要重新去考驾照 喉莫平后果断拒绝 虽然我也经常酒驾 但是你开车更危险 想要重新考驾照的老人很多 警长看到这一幕有些无奈 这些老人靠着被他们撞死的 年轻人的习惯活着 现在他们又要来考驾照 显直太疯刺了 重新考取了驾照的老亚伯 青春换发 他今天就要去和隔壁的女神约会 希望喉莫可以把车借给他 喉莫停后果断拒绝 这可把老亚伯给气坏了 你这坨当年可恶的奶昔 善良的马鸡 为了缓和这对父子之间的关系 只能提议他们一起去 四个人的约会虽然有点尴尬 但是可以保障安全 在爱情的滋润下 老亚伯过起了幸福的晚年生活 他们像年轻人一样到处兜风 像年轻人一样夜不归宿 然后在山顶上等待着蓝色小药玩生肖 老亚伯的做法彻底激怒了鸿沫 一时间都搞不清到底谁是老子谁是儿子 不知道从何时开始 家庭地位就这样悄无声息的发生了改变 曾经强硬的父亲也逐渐学会了服软 身份的改变让老亚伯彻底的放飞了自我 他整天都像年轻人一样到处闲逛 像年轻人一样和小混混爆发冲突 商店的老板看到这一幕急忙阻止 与其在这里打架 不如进行一场赛车比赛 老亚伯一听有点怂 不由想起了侯莫的警告 可是到临头面对大家的鼓励 他也不得不同意这场对决 这也是一群人老心不老的老年人之间的争强好胜 首先通过隧道的就是过胜者 就在比赛的关头 老亚伯等人搞起了手段 一举击败了这群老混混 老亚伯的做法让侯莫很生气 这次彻底失去了开车的机会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就在老亚伯失去开车权的同时 隔壁的女神竟然邀请他去旅行 可当女神听说他已经没车之后 脸色一变 转脸就和养老院里的另一个帅哥走了 老亚伯在同一天里就失去了一切 这也太悲惨了 年轻人最大的优势就是不服输 老亚伯要为爱冲锋追求真爱 在八载的帮助下 他启动了马基的车 他们一路跨过千山万水 向着女神追去 最终他们在剧场发现了踪迹 这个是天赐良界 老亚伯决定趁机上台向女神表白 就在这时 侯莫和马基也赶了过来 他们必须要尽快地采取行动 在舞台上 老亚伯深情地讲述着自己的故事 他跨越数百公里 只是为一人而来 女神听到后感动不已 表示愿意和老亚伯一起乘车离开 然而老亚伯的画风一转 斥责女神是想多了 他来这里是要分手的 没有人能甩了他老亚伯 突然有了一种纯爱战士觉醒的感觉 机智的老亚伯还有后手 为了不被胡莫骂 他选择在众目睽睽之下 请求原谅